闲车说新车 今天我来说 全新的长安UNI-V 现在已经是全面开启预售了 直到价在10.89到13.19万人 相比起隔壁的管器床气引爆 我觉得长安UNI-V的外观 还是比较有自主设计的感觉了 不要跟我说它长得像奥迪A7 先被叫车 它的尾门造型 不往下先 能到我们天上飞啊 再说了 奥迪A7L 现在不仅是为了空间 像个家常妥协了吗 中人的造型 自动升降纹衣 以及轰隆隆 噼哩啪啪啪的排气 我觉得就已经值回这个票价了 如果你是从此想得为 毫无疑问 买运动版 而且 登陆普SP SPORT NEXT的轮胎 也是比马牌MC6抓力力更强的 如果你觉得排气太过张扬 188匹的车 要啥纹衣 都是扯谈 那么我建议你买最低配的车型 相比起它配置更高一级的车型呢 唯一缺少的实用配置 也只有电动尾门了 UNI-B的领配车型走的是豪华科技的路线 这种配置 对于那些想买UNI-B的朋友 都是用不到的 智能驾驶这种配置 我觉得是给反应力下降了的中年大叔 以及程序员打造的 因为只有程序员 才能从每一次莫名其妙的刹车中 知道小安今天是吃太饱了 还是昨晚没睡好 就像智能驾驶帮你把车开合理了 那也只有程序员才能知道 这个系统里是缺少了几个Bug没修好 导致小安失恋了 所以对于那些想买UNI-B的朋友 我相信你们是不需要这种配置了 长安的动力都是祖传的虚惊异产 虽然目前有实测 UNI-B能跑到7秒5 乃至7秒出头的0百加速成绩 但是吧 它并非辆场车 测试车跑得比辆场车快这种事 隔壁传奇它也干过 但是长安这次学聪明了 它没有大张旗鼓的 去官方宣传的0百加速成绩有多快 所以这台长安UNI-B 它到底能不能0百加速在7秒之内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见